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桥粉杆 我们就是以前 或者我们老百姓家里做点心用的 就是我们饭吃过以后 有客人过来了 再烧完双桥粉杆给客人吃 要不逢年过节 要尊丘才能吃到这个粉杆 口感最主要是软滑 吃起来有点清香的 那个大米的味道 我们以前那个粉杆做起来 就是调到外面吃 换一斤粉杆 换个两斤或者三斤大骨 我们的足足备备 其实是靠做粉杆为生的 我们做双桥粉杆已经有 400多年的历史了 做粉杆是很苦的了 没有白天黑夜的了 下大雨人家都是往家跑 我们都要往外跑的 要是收反杆的 以前反杆都是晒在河边上的 再来晚上还是要吃熟 首先要倒骨 那种好的大米 饱满一点的 生长沉水 拿来进化大米的 做起来的粉杆也要好一点 还有木浆 把它能压干 压得越及时 但是它做起来的粉杆也不容易淡 干以后打胚 把它煮半熟 再放到以前的我们的粉杆 就放到里面用公杆的效应 拿来压到锅里 再把它满满地刷开 总是要烫量 大概一两个小时在那盘条 盘条以后再把它拿到河边上去晒 我们的晒粉杆都是跟它们不一样的 人家的晒东西都把上面卸晒干 我们是把底部卸晒干 我们是对楼的那个风口 白天的风是从头上的水壶上面吹过来的 把那个反干底部晒干 到晚上的风会转个方向 从那个山河里吹出来的 再把上面晒干 这样晒出的反干 特别有劲的 也不会不容易淡 像铁丝地的人和要吹起来 才能做到一道好的场景 这种东西的东西 它们能够反干 现在汤煮的 炒的都可以的了 少炒的青菜 什么肉丝 这样放在上面 就叫做焦头反干了 发生一天到晚都是做反干 这我想到把那个商桥的商标去制作的 这样有品牌才能做的 没商标没品牌 做不大的 我们上去反干评为 那个只就是富裕物专文化遗产 这些老字号都提下来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现在的人和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吃的饭量越来越少 那我们一起把它做到一个人一包 就像方便面这样 能够适应更多的消费者 我当时做这个反干记忆馆的时候 我也是想把最古老的手工艺挖出来了 当然又传给下一代 再一包挖出来了 做反干的 除非的木工都没有了 会做这个木工都要80多岁以上了 现在的木工根本做不了 看都没看到怎么做得起来 有一种相处吧 我们一直在相处文化 等等 明天